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宝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164集 倒数 拿着血剑 云林追击中向前狠狠地一掌 那后退的深夜 在云林拿出血剑的刹那 立刻面色大变 双手掐绝 张口就喷出一片硅甲 阻挡在身前 在这硅甲出现的瞬间 血剑斩下 立刻就劈在了硅甲之上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硅甲竟然无法阻挡血剑之威 骑上裂缝暴改 砰得一下崩溃 血光穿透而过 直接落在了那身影体内 这身影身子一个亮脚 鲜血顺着嘴角流下 身子再次后退 但却在后退中 右手抬起向前狠狠地一挥 却是轰然中天地原力疯狂地凝聚 臣 黄 斗 仙 鸿 以灵印线 其声音骤然而起 立刻就有五道符文 凭空从天地原力内换化 交错之中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掌印 这掌印是一灵印 是真真正正的一灵印 在其出现的刹那 天地原力轰然凝聚 瞬间那手掌就好似成为了实质 带着一股无法想象的强大气势直蹦王林 额头冲去 王林身子没有后退 冲出之际 双眼鸿芒一闪 手中血剑消散 融入体内 在这一刹那 他整个人身体外赤光滔天 却是他的身体成为了血剑 他 就是血剑 右手双指在前 这就是剑剑 破开一切天地 直奔前方那掌印冲击 更是在这一刻 千万剑气轰然而动 在其前方化作剑之风暴 与那掌印碰到了一起 轰轰轰 震动天地 那掌印与千万剑气碰撞 立刻颤抖 剑气崩溃 掌印前行之势受阻 有了停顿 更是在其停顿的刹那 王林的右手双指在鸿芒弥漫下 直接点在了那掌印的掌心 轰的一声呢 这掌印崩溃 其内蕴含的天地原力 暴虐的四散 那身影面色再扁 想要退后 但还是晚了一步 破开了掌印 王林一步迈出 右手双指迅速就点在了这身影额头之上 那身影震动 喷出鲜血 身子急持后退 就出了这裂缝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直接追出 左手更是抬起 按在眉心 好似要撕开什么 道友停手 道友停手 此时老夫鲁莽 那身影在看到王林左手的举动后 立刻面色右边 连忙说道 其身子更是退后中站在了那三个妖宗之人身前 化作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向着王林抱拳 王林踏出裂缝 盯着那老者 放下了左手 参见长老 老者身后那三个妖宗之人立刻恭敬开口 这老者略一点头 随后望着王林 眼中有震惊之色 抱拳道 道友修为极强 老夫自问不如 尤其是你那血剑法宝 此宝 老者摇头苦笑 却是无法形容这法宝 带给他的震撼与惊骇 王林冷冷地盯了那老者一眼 一语不发 收回目光 转身向着裂缝急驰 裂缝内的九油龙此刻 毅然吓破了心神 不敢头顿 道友 此事是老夫鲁猛了 道友想必是要去救那李千梅 李千梅当年正是老夫连财 想要收为门下 当年他离去 也是老夫同意 老者看着王林的背影 说话之时 右手一挥 便有一枚玉剑飞出 直奔 王林而去 这裂缝很大 道友盲人寻找 怕是很难找到李千梅 这玉剑内有一幅地图 其内老夫做了标识 顺着标识 以道友的速度或可追上 王林身子一顿 结果玉剑 神时一早 面色阴冷 略有缓和 转身看了那老者一眼 沉声道 归去闭关三日 莫要动用悼念 心神归一 在第三日最后五个时辰 你悼念会崩 敬身承受 度过便无碍 王林说完呢 留下一脸震惊与错愕的老者 转身踏入裂缝 踩在九幽龙背上 向着裂缝深处 一片漆黑之地 击齿而去 老者望着王林消失之处 神色有了变化 宁神检查全身 却是面色渐渐苍白起来 更是露出骇人 他看到在自己的悼念中啊 心神的意境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好似有一股外来之力轰入 使得其悼念正缓缓地衰弱下去 这 这是 岛树 老者面无喜色 内心一阵清醒 若非是自己心存善念 送出了预解 对方绝不会告诉自己此事 如此一来 自己即便是发现了悼念受损 疗伤之下 在第三日的最后五个时辰 怕是措手不及中 即便是不死 也会以此重伤 此人或许真能救下李千玫 以我天人第二衰的修为 与他对敌也没把握取胜 更暗中被此人所伤 最可怕的是 此人身上还有封印 若是方才被他撕开封印 老者目光凝重 深深地看了裂缝一眼 转身远远离去 回到修真兴山门 立刻选择了闭关 亡灵在这妖宗战场裂缝的时间 颇为短暂 但这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遗迹 却是给裂缝外数千修士 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震惊 凶手崩 骷髅灭 裂缝司收酒忧 更是与高高在上的妖宗长老一战 不但没有落在下方 且更有压倒性的强势 使得妖宗长老竟然不知不觉中受了暗伤 这一幕幕 落在裂缝外的数千修士眼中 纷纷骇人 那一身白衣 一头白发 深深地留在了这数千修士心神之中 一生无法磨命 对于云海修士来说 这妖宗外的巨大裂缝内的世界 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长久以来的战争 陌生的则是里面到底通向何处 尽头又是在哪里 自妖宗存在以来 并非没有大神通修士进入裂缝探查 只是得到的消息 却是那裂缝内太大 好似另外一片星空 少数人的力量根本就无法知晓 全部范围 且百人进入 往往能成功来回者不足三人 其余全部死亡或者失踪 尽管如此 但妖宗却从未放弃 每隔一段日子就派人进入裂缝 以这种死亡几率极大的方式 在这无数年来慢慢地摸索出了一个通道 李倩梅便是成为了进入裂缝的探查者 去望着通道的尽头 再次开闭 或者活着出来 带回了所发现的新的消息 又或者一去音讯全无 成为了或死亡或失踪的修士之一 亡灵的神识从手中欲解内收回 望着漆黑似乎没有半点光芒的世界 以他的修为 在这漆黑的裂缝内 也只能看清四周百丈左右 再往外则是一片黑色的模糊 看不清了 这欲解内的路线 就是妖宗这无数年来 牺牲了极大的代价 换来的一条通往裂缝深处的通道 也是李倩梅此番前往的所在 只是这裂缝内的天地太大 即便是欲解内的通道 它是也没有触及真正的深处 王林踏在九幽龙头顶 死龙在这漆黑的裂缝世界内速度极快 数千丈的身子就如同一道诡异的闪电雷霆 说起鬼一样 是因为这九幽龙前行中竟然无声无息 没有那破开天地的轰鸣 更没有因速度太快而造成的呼啸 平静中透着惊异 这九幽龙在这裂缝世界不断的闪烁而去 他对于王林的命令 与所指方向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王林的强大在之前裂缝口出 他便看得真真切切 那妖宗长老的强悍 九幽龙是抵抗不过的 但那妖宗长老却是在自己头顶之人的交手下落败 如此一来 使得这九幽龙对于王林更为畏惧 王林盘膝坐在九幽龙头顶 默默地望着四周 那漆黑的世界他似乎可以完全地融入进去 没有任何的不适 随着不断的前行 也不知过了多久 四周渐渐不再寂静 而是隐隐从远处又阵阵凶兽的呼啸缓缓传来 这凶兽的呼啸因为距离太远 传来之时听起来就好似有人在耳边呼吸 且不是一人 而是无数 诡异的感觉可以使得所有第一次进入裂缝内部的云海 修饰为之警惕 全身寒毛竖起 只是对于王林来说却没有让他有半点色变 他平静地坐着那里 依旧默默地注视前方 记忆停留在成为十项后 没有身体感知 不知晓外界一切的那十年 还有在天逆世界中十年内几乎无可不在 那漫天的血光与温暖 若没有那血光 王林的灵魂或许会在天逆内永恒地消散 他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是很冷很冷的 且慢慢地虚弱下去 直至血光的出现 在那温暖下 他慢慢地凝视 恢复了神志 苏醒了记忆 正因为血光的存在 他才可以坚持地找到了封界之主 获得了进入道境的造化 感悟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道术 梦道 这是我在道经那组 他是我残业流月之后第三个神徒 他是道夫 王林轻叹 越是回忆那白衣老玉的话语 越是想到那天逆内血光十年的存在 他就越是亏欠李千梅 无法偿还 时间就在王林的回忆中 慢慢地流逝 这裂缝内的一切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无论什么地方 全部都是漆黑一片 唯一不同的就是王林 时而抬头看去时 百丈外模糊出现的收益 越来越多了起来 此刻若是这漆黑的世界变得一片明亮 可以让一切修饰对于所看到的一幕 顿感头皮发麻 心神惊骇 王林抬起右手 全身原力凝聚在掌心 渐渐在其掌心内 有一道至极的金光闪烁 轰的一声打破了寂静 这金光如同流星 从王林右手飞起 向着上空不断地攀升 片刻间 轰然崩溃 化作一片强光 笼罩方圆万丈 在这光芒出现的刹那 四周立刻便有凶兽 嘶吼咆哮 惊天动静 借着亮光 王林清楚地看到 在自己数百丈外 无尽的天地中 低头头样子各异的凶兽 把自己与九幽龙团团围困 这些凶兽的数量 不下数万 他们似乎对于光线极为敏感 在这漆黑的世界 周亮的刹那 这些凶兽咆哮巨烈 飞快地后退 那金色的刺目光芒 很快就被黑暗淹没 使得这裂缝内的世界 再次漆黑下来 九幽龙是这裂缝内的王兽之一 其身体内自然而然的 有一股属于王兽的气息 在这气息散开下 使得四周凶兽不敢靠近 孤儿才使得王林可以一路走到这里 图中所有凶兽凡是遇到了九幽龙 本应完全退避 但却因王林的存在 使得那些凶兽暴虐中挣扎起来 孤儿才会慢慢凝聚 越来越多 但却没有太过接近 那瞬间的光明 使得王林看清了四周存在的凶兽 这些凶兽数量虽多 但大都是八九阶 十阶以上不多 光明消散 王林坐在九幽龙头顶 神色如常 神面透出身体 环绕四周 那九幽龙似乎被这神面刺激 仰天一声龙笑 这声音那惊天动地 化作轰隆隆的雷鸣 在这漆黑的裂缝世界内 剧烈地回荡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